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选这三个净土呢 是因为在佛教传播的历史传播中 这三个净土也是有不少出家在家的统修发愿求生的地方 所以有些方愿求生阿祝佛的妙喜事迹 有些求生药师佛的流利事迹 也有些求生弥勒菩萨所居的都睡间都睡了愿 之后我们简单地又归纳了一下 不同的净土有不同的方法去修学 特别是从一般修学菩萨道来说 一般我们谈先进土境 先进土境就是业力净土 一个最根本的原理 就是我们必须先要清净了 净土就现前了 那么我们先不清净呢 净土就不会现前 所感只有与我们业力相应的国土 但是要先清净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为要谈先清净 谈清净的程度 谈一百八切的清净 只有佛是清净的 连菩萨都不清净 所以我们谈先清净 这是一个对我们百夫种分类说 非常重大的考验 要先清净 必须要按自己的自力修学 要达到这样的清净 顿经都是无量节又无量节 所以我们才会把我们的眼光转向 转向哪里呢 转向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 那么阿弥陀佛的净土 这是法界中可以说 名声最响的一方净土 也是千百年以来求生人数最多的净土 我们经常说 家家观世音父故弥陀佛 从古以来 知道有观音菩萨 知道有阿弥陀佛的人很多很多 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释迦佛 不知道释迦牟尼佛 但是他亲过阿弥陀佛 那就说明在法界中 阿弥陀佛的名声也是很大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主要来了解 这两次讲座的第五个部分 就是了解阿弥陀佛的净土 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净土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切入 第一个 首先我们要知道阿弥陀佛是怎样成佛的 第二个我们来大体的了解一下 极乐世界 它的亲近庄严 与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那么最后一个 那么最后一个 谈怎样才能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好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阿弥陀佛的成佛之路 为什么要了解阿弥陀佛的成佛之路呢 是因为在我们很多人没有接触佛法之前 对于阿弥陀佛只是耳闻其名 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么有些看到释迦世宗 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映画八项成道的视线做佛 前后呢一共注视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曾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生活八十年 那么看到释迦世宗有八十年的生活 并且看到他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就成佛了 前后呢只有六年时间 所以有些人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启发 释迦世宗可以做得到 我也可以做得到啊 我们很多人也会觉得 我也经过六年的这种meditation 或其他的修学方法 也有可能成佛 但是我们读完释迦世宗 他的过往的菩萨行的故事 这在十二部经教里边 叫本身故事 也就是过去释迦世宗 他在成佛之前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一生一生又一生 一节一节又一节行菩萨道 经过无量发生起节 最终才释迦世宗 我们这个世界八相成道 那么他最终实现这八十年呢 这八十年呢 只是他最终修学成果的一个像给我们演戏一样的展示 那如果说是我们以为成佛只有这么八十年时间 或者说六年时间 那么说明我们对于佛教呢 是有着很大的误会的 如果说我们看到大乘经典里面 那我们读华严经 读法拉经 读音乐经 这些大乘经典 特别是菩萨修行音乐经 谈菩萨修学的这些不同的会次 我们总是谈要经过三大阿三起节 要经过五十二个会次的修学 那五十二个会次的修学 从初性位到二性 三性 四性 五性 六性 一直到十性满位 初性位呢 这个修学到第七性位 就断尽见思惑了 我们前面学习在谈什么是见惑 什么是思惑 断尽见思惑 这是一个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步骤 断尽见思就说明什么呢 他有了处理三界的能力 可以从三界里面自由地输入了 再不在三界里面融回生死了 那么断尽见思的七性位菩萨从断正上面来说 他和四国的阿罗汉是一样的 但是从智慧层面来说 七性位的菩萨比四国阿罗汉智慧要广大很多 那么到了十性位呢 这些菩萨的修学 他断成沙户 成沙户就是更加维系的烦恼习气 一些维系的习气 到十性位呢 这已经是界位户 就是他已经出了三界 在三界之位要断这些维系的习气 那十性满位以后呢 进入初注位 那菩萨修学的第十一个位置 初注位呢 就开始称为叫法神大士 那所以我们一般谈法神大士 法神大士呢 从第十一个位置开始 一直到第五十一位 那都可以叫法神大士 那所以读华严见我们看到 他说是四十一个位置的法神大士 那就是从初注位的菩萨 这个位置开始 那如果说到了初注位菩萨 法神大士位 那就已经是神通 智慧 辩才 道立 都已经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到了初注位菩萨这个水平呢 他就可以四线到一百个世界去臣服 就像释迦世中 在我们这一个世界四线八相成到臣服 初注位的菩萨 就可以四线到一百个世界臣服 那到二注位呢 就翻十倍 到一千个世界 三注位到一万个世界 一直可以成这样几何倍数的增长 但是历成佛 进了吗 如果说是看这个修学的途径 叫十注位 满位以后呢 开始进入叫十行位 就是从初行 二行 三行 一直到第十行位 十行结束以后 再进入十回向位 初回向 二回向 三回向 一直到十回向位 满位 从十行位 十注位 十行位 十回向位 这些全部修学圆满 是第一大阿僧起结 这个十回向位 满位 已经是神通道理智慧 都非常不可思议了 但是历成佛 依旧还有两大阿僧起结的路要走 那么到第二大阿僧起结 就是叫开始登地 叫初地菩萨 从初地到二地 到第三地 第四地 第五地 一直到第七地 这是第二大阿僧起结的时间 这个在我们佛教历史当中 我们知道 龙树菩萨 他是以初地菩萨身份 发源求生西方极乐时机 那么龙树菩萨 以上的 像我们一般所学习到 还有像乌浊菩萨 千金菩萨 这些 那都是三贤位的菩萨 还没有到地上菩萨的水平 那么从初地到第七地 要经过 又一个阿僧起结的时间 第一大阿僧起结 和第二大阿僧起结 大家注意一样 这个阿僧起 是无数无量无边不可计算的意思 那不是第一大截和第二大截 阿僧起结 那么到了八地的时候呢 菩萨的修学就开始进入 无功用道的妙用了 什么是无功用道呢 就是一切的度身 一切的弘法 一切的言行 已经不需要作义 不需要起心动念 他自然而然就会去做 然后呢 这一切的行持啊 所产生的功德 自然而然会流入到成佛的智慧 这是到八地菩萨才进入第三大阿僧起结 所以八地到十地 这要经过这样又一个阿僧起结的时间 十地 满味了才到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呢 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 有名的五大菩萨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文术菩萨 地藏菩萨 还有弥勒菩萨 那么这五位呢 都是等觉菩萨的身份 等觉菩萨上面呢 才是妙觉的佛 妙觉这个果位呢 那就是释迦世宗要是佛 阿弥陀佛 这样的佛 所以我们看整个菩萨道的修学啊 它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在大志德论里面记者呢 这是释迦世宗呢 他修学的过程 他是说 出阿僧起终 心不自知 我当作佛 就是从初心位 发心要行菩萨道 度一切众生 有这样的大志愿 有这样的大力大行 开始行菩萨道 那么从初诸位 一直到十回相位 这样一个第一大发生期间 虽然说 已经是到了法生大思维的菩萨 但是呢 心里对于到底能不能成佛 还没有把握 第一大二生期间 二二生期间 心 谁能知 我必作佛 而可不称 我当作佛 到第二大二生期间 从初地菩萨 到第七地 心里面已经很清楚 他肯定会作佛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还不会去公科去宣称 不会公科去宣扬 那么到第三大二生期间 心寥寥自知 得作佛 口宣 我原来是当作佛 而无所谓 到八地菩萨才开始啊 心里面非常清楚 自己要成佛了 那么也可以 心里面非常镇定的 向十方法界去宣扬 我与某时某刻 在某世界世界成佛 佛号叫什么 这一种做这样的公科的宣布 这是到了第三大阿僧期间 在《大比佛撒论》里面 也举了一个例子 比喻什么 比喻一个阿僧期间 这样时间之长 说初阿僧期间 像释迦世宗这样修学的过程 逢世七万五千佛 他在第一大阿僧期间 这样在行菩萨道的路上 曾经遇到过 奉世过 供养过 跟随过有七万五千众佛 第二阿僧期间 奉世七万六千佛 第三阿僧期间奉世七万七千佛 所以我们就从这些数字啊 它的这种广大 时间的很长 我们就知道 从一个菩萨的发心 修学到最终成就佛果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可以做些事情 做些事业 那你都要做计划 然后呢 要前后呢 甚至也要吃很多的苦头啊 中间也曾经有很多次要放弃啊 那坚持 有时候坚持有结果 有时候坚持都没有结果 那何况我们想想 这是要做人前导师 做法界中 能够带领众生 处理带领众生 觉醒的这样的佛 那这可不是一件 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读法院经 像《学行愿品》里面 谈到说从初发心 为了修一切智 为了成佛 要勤修福聚 勤修各种各样的佛德 聚集各种福报 不惜生命 所以我们读释迦世宗 他的过取式行菩萨道的过程 那是为法忘取啊 为伴聚集而舍心命 不到这样的程度行菩萨道 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极微臣数节 那时间之久远 第一节中 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极微臣数头目手足 最难舍的是我们自身的 我们的身体零件 这些都难舍 叫难舍不能舍啊 如是一切难行苦行 难行苦行 圆满种种菩萨蜜门 修学各种六菩萨蜜 十菩萨蜜 各种各样的菩萨行持 要都修学圆满 正入种种菩萨制地 最终呢 得到菩萨的觉悟 菩萨的三摩地 各种各样的三摩地 最终才成就祝福 五上菩提 及玻璃盘 最终才成佛进入到不生不灭的境界 这是一般 一般一个菩萨 从发心修学到成佛的漫长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 宝极经里面为什么 他不是鱼子安罗花 菩萨出发心 发心的菩萨 就像河河里边 鱼汤里边 鱼所生的鱼卵一样 满河豆丝 三世音中多 及其结果少 安罗花 开花也是满树豆丝花 最后结的果子很少 这些鱼生的满河豆丝 鱼子 但是最后能采出鱼类的 浮出鱼类的非常少 菩萨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中 最终能够成佛的是凤毛麟角 树粮非常非常地稀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菩萨道的修学 路途太漫长了 要经过无量节又无量节地行菩萨道 一生接一生 一生接一生 那中间 很多的这种菩萨就中途放弃了 还有些呢 中途就取证了 什么取证呢 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出离三界了 但是度众生 众生太难度了 刚强 刚强 难强 难复 最终他就放弃了度神 自己呢 入涅槃 从他自身来说已经出离三界 出离三死了 但是与众生就无异 这个在大乘佛法里边叫菩萨的死亡 我们也知道 也就是他入了涅槃 不度生了 中途放弃了 最终没有成佛 就是我们由此知道 菩萨修学要成佛之难 那么阿弥陀佛到底是怎样成佛的 我们在从下一节的课程呢 要开始学习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和一些净土宗的相关经典 那么在这些经典里边 提到了阿弥陀佛 有关阿弥陀佛修学的 对象我们熟悉的 有无量寿经 还有阿弥陀佛视线 做菩萨的像《非华经》 还有《法华经》 还有《古音圣经》等等 这些大乘经典 那在无量寿经里边 有关阿弥陀佛成佛的记录 它的修学过程是非常详细的 《无量寿经》 我们看在康生特大师 他的译本里边谈到 就是过去久远 无量不可思议 无央数节 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节前面 加了这么多的形容词 久远 无量 不可思议 无央数 就是这个节数太远 太远 太远了 我们都没办法去计算 可有 静光如来 映画此世间 那静光如来 就是软灯佛 软灯佛我们也知道 他曾经是为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做过授记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一种古佛 那么在燃灯佛后面呢 说有五十三种佛 次第映画 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曾经在成诸会空的过程中 一次又一次形成 在咒结的时候呢 曾经有五十三种佛 在这里的映画 那么最后一种佛叫 释自罪王佛 释自罪王佛呢 在五种 无量寿经的原义本里面 有些呢 就把它翻译成 释饶王佛 饶是富足自罪的意思 但是我们知道 在无量寿经的会集本里面 把这个 这里就弄错了 就把这个释饶王佛呢 就错会成是释饶王 是国王的名字了 在五种原义本里面 国王的名字呢 都没有出现 这是说告诉我们 有一个大国的国王 清了释自罪王佛 他说法以后呢 耐心非常的喜悦 于是发起了 出离的志愿 生起了要成佛的信心 然后就想 我们本师释迦始终 一样放弃了 王位跟着 释自在王佛呢 出家了 那么出家以后呢 释自在王佛 给他取的法名 就叫法藏 所以我们在 无量寿经里边 读到有法藏比丘 那么法藏比丘 他高才永哲 就说才华 善根非常的深厚 得理思辨 非常的不可思议 志向也很远大 誓愿要成佛 并且 大家观察到 他起查法界中 这些众生呢 大多都在不断地 轮回流转 福上到修许 要成佛之路 是如此漫长 所以他希望 自己要成佛 要建立一个 法界第一的净土 要度托一切众生 他有这样大的志愿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敢不敢 发这样大的志愿 我们想成佛 并且呢 想成法界第一的佛 他有这样的志愿 但是呢 要采取行动 他不知道 从哪里做起 所以呢 他就去见 他的老师 世子在王佛 那么见佛之前 先要赞佛 然后呢 表白他的愿心 这个在《无量寿经》里面 谈到 作为 这个国王出家的 法葬比丘 他开始表明他 念我作佛 国土第一 他要成佛 他的净土呢 是法界中最殊胜的净土 其中奇妙 道场超越 道场的注重身份 非常奇妙 并且呢 这个道场里边的设施 庄严呢 要超越法界一切的佛净土 那众生在他的注重 在他的净土里边身份 奇妙 要体现在哪里 神要体现出奇妙 这是一个非常有得理性的问题 它不是按我们一般的思维啊 就是说你新净土 通过断除 见识返老 然后呢 得胜净土 或者说 通过自己的学学 能够辅助返老 能够得胜净土 但是从法藏 比丘在这里 他的发愿呢 如果说他把门槛啊 他的净土的门槛 射到很高很高 必须要断除烦恼 或者说至少要把烦恼扶住 不让烦恼现行 才能够被他的净土所接纳的话 那么对于一般的白夫众生啊 根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提出其中奇妙 在这里是很考验自己 当然也是为世子在王府 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极乐世界 他成就以后 阿弥陀佛接引九法界一切众生 去他的国土去臣服 我们就看 能够得出奇妙奇妙在哪里 奇妙 最重要最重要的奇妙是 一切众生都可以对业往生 这是极乐世界 与其他一切佛刹土 不相同的地方 本身如果说从我们反复众生 特别就是我们在做的我们与我他 我们全部都一样 我们是有贪嗔痴脉习气的 这些习气呢 这些是与我们与生俱雷 并且呢 是经过多生多节的轮回呀 这种习气是越来越厚重 人生下来 那不可能不贪心 不可能不嗔恨 那不可能不情绪化 我们一直就是被我们的情绪所控制 被我们的贪欲所控制 那多生多节以来 我们都是被这些 我们的这些习气和白老所掌握 不能处理 所以说如果说 这些佛菩萨设立净土 所以首先他接受的净土 接纳的修学的信众呢 必须要断除团成迟脉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大概七八十亿人口啊 基本上没有一个两个能够去 所以阿弥陀佛提出 祝其重其妙 极乐国土 他接纳一切具有贪嗔痴慢习气的众生 他知道我们断这些繁荣 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靠自身力量是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他在慈悲戒言 让我们带一个恒抄去他的国土 那么他的国土 国如泥环而无等双 泥环就是涅槃土的意思 佛的国报土的意思啊 国如泥环就是说 他的国土是不生不灭的 是永恒存在的 并且他的国土是法界中最为殊胜的 没有其他的国土 没有其他的国土能够和他相比 我到埃环度脱一切 那要度脱一切众生啊 十方来生心欲亲近 那十方一切众生 到了极乐世界呢 心欲亲近 心里面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安心 并且到极乐世界都叫亲近众生 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谈亲近众生 那太难了 刚才我们谈到 如果谈绝对的亲近 只有佛一个人呢 大菩萨都不亲近 因为他心里面 菩萨在修学断正的过程中 还有一些无名喜气为断 那如果说我们到极乐世界 虽然说我们在夜去的 我们看这吃麦喜气 都跟随着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但是这些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烦恼 在极乐世界那样的法界 那样的暴徒 那样的法信徒 特别是一切的施舍 都在阿弥陀佛 他的火光铸造之下 我们接触到的阴生 眼睛所见的这一切 修胜的修学环境 生起脚面 接触到的极乐世界的土地 甚至连极乐世界吹了的风 都在帮助我们 辅助我们的烦恼 仔细我们的烦恼 开发我们的智慧 显明我们的佛性 所以虽然 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亲近 但是到极乐世界 我们亲近的佛性 开始用作了 开始被激活了 开始启动了 那在这个世界呢 是我们的烦恼 一直随着被这个环境 在造业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自信呢 被烦恼一层一层又一层 各得严严实实 我们自信的光明呢 放得出光来 所以到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承诺 每个众生到极乐世界 都是不退转位的菩萨 在不退转的环境里面修学 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反复众生 在极乐世界 依旧是在一个不退转的环境里面修学 我们谈到前面这些菩萨道的修学 它为什么漫长 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退转 为什么会退转 因为生命在轮回 它生命是有限的 它这一生在行菩萨道 这一生在修学 那么来生呢 能保证吗 从凡夫众生的身份来说 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 从菩萨道的修学来说 一个初性位的菩萨 一直到性位这些菩萨们 他也很难保证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菩萨道学学已经一直到了 初初位的菩萨 才能够得变 才能做不可思议变异生死 才能够变化身体 才能够在不同的家庭出身 才能够知道自己来生的出处 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那如果说是出这些最性位以下的这些菩萨 有时候他从他出身来说 他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所以这个突破其性位以后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步 所以退转来说 这是我们在修学过程中 我们所面临最大的问题 因为从当下来说 这种懈怠放逸 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面对的很大的问题 那从生命的这种场合来说 一生一生要接力接下去 又非常的难 所以到极乐世纪 每个众生心又清静心安了 能够得不退转 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长 这也不用经历 这样的一段一段的分段生死 那么以至无国亏了爱人 那就是每一个众生 心里面当下都能得到爱人 这是法藏比丘当时在世字的王佛面前 表明他要建立极乐世界 和发愿的远行 那有些同学看到这样的文字以后 当下也会有疑惑 说他刚刚出家的一个比丘 他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大愿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那所以如果说是我们去读 他能大师这些王生论著 以及其他的大师们注解 《无良寿经》这些著事 我们就看到 能够发出这样大愿的 绝对不是一般的反复转身 这位大国王 他本身是一位菩萨身份 四宪做国王 并且是菩萨身份 四宪出家 他发愿的时候呢 已经是地上的菩萨了 修学已经进入到第二大阿神奇迹 这样的层次 所以才能够发出这样的大愿 所以我们看表面上是法葬比丘王 其实是法葬菩萨 那么当这位作为国王的菩萨 出家以后 然后有这样的愿心 他向世自在王佛表明以后 世自在王佛当时给他的指示是什么呢 说你要修学菩萨道 你应该知道啊 那意思就是说 世自在王佛对于这位国王的身份 其实很清楚 如果说从我们反复来说 我们看他应该国王 也就是一位国王 普通的国王 跟我们一样 他出家了 这些个普通的比丘 也跟我们一样 但从世自在王佛 他的高度来看 这个国王不是一般的国王 是一个菩萨四线的国王 这个国王出家以后呢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比丘 是一个地上的菩萨身份的比丘 那当他提出怎样能修学成佛 建立这样的法界第一的刹土 他的答案就是 你要建立庄严 成就自己的国土 你应该是辱当自知 这个路你应该很清楚 过去的佛怎么修学成佛的 千千万万不可继续的佛 到底是怎么修学 最终建立自己净土的 而这要建立净土 一切的行持 无非这个修学过程 都是彰显自己自信的功德 所以有当自知 应该从你自信里面去求 不要像为求 那么当然 法藏菩萨他很谦虚 他说你谈的这些毅力太深广了 这不是我的禁忌 希望失踪 对着谈的失踪 指的是狮子在王佛 你为我广大的 深入的宣说 也是祝佛如来 他们成就净土的行持 那么我签文 我见文之后呢 按照您所展示的 我做抉择 做抉择 取其精华 取其交 这些脏波 因为展示的国土 如果说是净土的话 是佛所成就的净土 那么如果说会土的话 是佛所四宪 四化的会土 那么会土里边有很多 不完美的地方 要把它取掉 所以他希望 世子在王佛 为他能够展示 这些其他佛刹土的一切 亲近的 以及不亲近的这些象征 那么世子在王佛呢 也非常慈悲 就为他展示了 整个法界里边 210亿佛刹土 也就是说无量无数的意思 那么这些刹土里边 这些象状 这些因果四里的象状 那为什么会善有善报 为什么会恶有恶报 为什么菩萨修学 经过这么的漫长 为什么行布施 行持记 行仁辱 行精进 行禅进 修佛罗智慧 等等这些行持 那这个整个的掩饰过程 掩饰法界 210亿佛刹净土 前后都经历了上千亿年的时间 法藏菩萨亲文接触以后 然后他独处在自己的修学的近视里面 在做思维 然后在修禁的过程中都牵引通 然后在自己思维 仔细地再把这些法界中 这些刹图做一个观察 这个前后又经过了五大劫的时间 在构思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蓝图 那么经过这样的五大劫以后 他要去见佛了 见佛就要向世子的王佛 汇报自己建立净土的方法 以及接引众生的方法 那当然世子的王佛是以佛的境界感知 他非常欢喜 他说如今可说 你现在说是时间了 结果这么长时间的构思参考 发起悦可一切大众 菩萨能以修行此法 原至满足无量大愿 这个时候因为世子的王佛 正好他在开法会 他在讲法 然后他就请自己的得意学生 反倒菩萨就说 你就把你整个构思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计划 拦图了向法会中的一切大众来宣说 希望这些亲道的人 能够生起信心 也能够按照你的思路去修学 最终呢 也都能够成就佛道 能够借礼自己的净土 去接引众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佛菩萨他们度身的方式 这些起的心量都是非常广大的 世子在王佛 亲道法藏比庆 要建立法界第一的净土的时候 首先他是非常鼓励 他没有说是这个法界第一的净土 这个学生会超过五 心里面呢 会有所保留 而是全部 把自己所知道的 自己的境界呢 全部展现给法藏比庆 法藏菩萨 让他能够从中 能够兴趣真正的智慧 那么并且 然后当仿藏比丘 这些一切思维完成了 考察经过完成了 建立极乐世界的难土 已经成熟了 成熟在熊 希望能够得到 世子在王佛的应可的时候呢 世子在王佛希望他把这些 给法会上一切当中 向大家呢 全部的宣说 全部宣说希望 这一切的大众呢 一切菩萨 弟子们都能够按照这个方法 去修修 成就无量无数的净土 去接应众生 去多发众生 这种就是佛菩萨的心量 那么在这样的法会上呢 于是呢 法藏菩萨呢 就宣说了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那八愿结束以后 大地震动 震动 当然不是地震了 大地震动 天上呢 自然有这种花洒下来 千语妙花 就是 这些千人也在侵法 其他世界的菩萨 也在侵法 此世界的菩萨 也在侵法 甚至呢 其他世界的佛 也在宣扬 赞叹 法藏比丘 法藏菩萨 所发的大愿 然后整个千上呢 有着非常圣妙的鲜花 开始 风风向雨一样露下来 千空中 奏其英语 并且呢 千空有一种声音出现 说决定能够成佛 决定能够成就净土 这就是说 这一切的佛菩萨 都看到他有这样大愿 有这样完美的蓝图 都对他 真正的 非常直北的 作为这样的影证 那么四十八愿 这个是阿弥陀佛 就是仿葬菩萨 要成就极乐世界 他的一个总的设计图 那四十八愿的每一愿 是阿弥陀佛 他的大菩提心 要成佛度一切众生之心 大慈悲心 这个四十八愿呢 你要是详细地去深入学习啊 我们 如果说粗浅地从文字上 看不出里边一些 维系的运作气息 详细深入以后 你感觉 这种考虑真的是 非常非常地 这种神妙 就像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用的智能手机一样 你按一个按键 或者说你甚至啊 这些都 手指都刷一下 那都会后面呢 在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纵作 那后面呢 有千百亿个这样的 这种电锡啊 这样的晶片啊 它的支撑它 背后的用作其实是非常复杂 那么从四十八月 我们从文字的表面来看的话 我们是看不出里边的神妙的 深入学习以后 我们才知道 它每一院都体现出 它的大慈悲 它的大智慧 它平等 都以一切众生 这种大平等性 并且有着非常 能够利益众生的方便善巧 那就是一种技巧性的方式啊 那么都在四十八月里面 展现出来 如果说四十八月 做一个分类的话 一般上我们可以把四十八月 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设法生月 第二大类是设净土月 第三大类呢 是设众生月 设法生月呢 一共有三月 这个是阿弥陀佛 这个是阿弥陀佛成就自己法身的 谈 阿弥陀佛他要成佛以后 他的光明要变到十方一切法界 那光明 光中之王 佛中最终 谈 第二个谈他的寿命 寿命要 能够没有限量 并且让一切能够得生极乐世界的重生呢 说明跟阿弥陀佛一样长久 一样长远 第三个呢 谈祝福 称名赞叹 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以后 他的名字 是法界中一切祝福都在宣扬 都在赞叹 并且 都在劝勉 自己做下的弟子 以阿弥陀佛成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我们有一个产品 做出来以后 你要做PR 你要做广告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你要让大家认识 让大家知道 那要投入很大的 这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是 反正菩萨在发愿的时候呢 他都有这样的愿望 对他成佛以后呢 他的名字 让十方 这祝福都知道 并且让祝福都去给他做PR 都能够劝他 做下的弟子们 能够发愿求生 那么设净土愿呢 一共有五愿 主要是排着净土的 一切的私设环境 保地 保树 保楼 保持 得分 华语 天上的罗网 都作为 在净土修学的注重 都能够帮助 净土修学的注重 能够开上乐旗 能够 在修学路上 能够 道心坚固 能够 自惜烦恼 能够 修道 见德 就是每天 射受在佛光里面 每时每刻 被这些极乐世界的得分 都吹在身体上面 在浴池里面 沐浴 都能够开悟 都能够减轻烦恼 每走一步路 脚跌出寂灭 脚跌出寂灭的时候呢 都能产生圣庙的 法喜和愧乐 并且呢 也能够增进道义 所以每一个环境的施舍 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那么最后谈到 舍受众生愿 我们看到有四十愿了 那有四十愿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阿弥陀佛把这种 最重要的部分呢 都放在舍受众生上面 其实来说 舍净土愿 和舍法生愿的目的 依旧是为了舍受众生 我们看 从愿目的文字表达上面 四十八愿里面 有四十愿 是舍受众生愿 但是真正四十八愿 每一愿 都是舍受众生的 那舍受众生愿呢 并且呢 是就更加的详细 舍受众生愿呢 分为舍本土众生愿 和舍他方众生愿 谈舍本土众生愿呢 一共有二十四愿 舍他方众生愿呢 一共有十六愿 这个是谈什么呢 就是已经得僧西方极乐世界的 有千人和慎重 有千人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迁道去的 也有一些从阿罗汉道 和菩萨道去的 那么在净土修学呢 阿弥陀佛对于他们的舍受 是不一样的 舍千人愿呢 一共有十六愿 圣众愿呢 一共有八愿 那么他方 还没有到极乐世界的呢 对他方众生舍受呢 有六愿 他方菩萨舍受呢 一共有十愿 在四十八愿里边 有核心的七愿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谈国中五三恶道愿 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 没有地狱 没有恶鬼 没有出生 连地狱恶鬼出生的名字 都听不到 如果说是 我们去读四十八愿里边 这第一条的愿门 那受我得佛 我有地狱恶鬼出生者 不取证据 非常简单的几号词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没有地狱恶鬼出生 说明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 有地狱道 有恶鬼道 有出生的道 为什么 造三恶道的业 才会有三恶道的报 对不对 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报 就说明 众生没有造三恶道的业 所行一切都是菩萨行 所以自然就没有三恶道出现 连名字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 如果你细趣思维 就知道 你会明了 为什么阿弥陀经里面说 这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 那我们会说 我们去 我们不是上善人 我们是恶人的 我们都是烦了这么重的人 我们去 但是我们去 刚才我们谈到 我们的恶 这是我们的烦恼在用作 我们自信的清静 在这里被盖住了 产生不了力量 在极乐世界呢 我们自信清静的力量 开始用作 我们的烦恼就不起作用了 为这个环境 这一切的施舍 全部都是帮助 我们自信的清静放光的 清静的力量 产生作用的 在极乐世界没有机会 没有戏份出来 这就是他整个环境设施 要利益众生修学 这不退转位 自然修学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第二个谈 核心大愿是谈 正静 必至涅槃愿 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都能入正定句 最终呢 都能够一生补处 能够成佛 这也是阿弥陀佛他的承诺 正定句 我们谈 我们一般很多人 有时候正 有时候邪 有时候不正不邪 有时候不知道 对于我们一般更新的就是这样 正定句 邪定句 和不定句 但是在极乐世界呢 只有正定句 第三个谈 光明 辩照十方圆 这就是谈阿弥陀佛的佛光的射手 只要心愿具足 只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够接受到阿弥陀佛佛光的加持 就能够生起求生净土的信愿 到极乐世界呢 自然会烦恼止息 自然会自己的清净智慧开始用作 第四个 祝佛称名赞叹愿 这个刚才我们谈得过了 第五个 十念皆三五国愿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大愿 我们后面会详细讲的 第六个 勤修果皆皆一愿 这一愿在整个我们看到 祝佛所建立的净土 接应众生的方式上面 自有阿弥陀佛发这一愿 这个谈什么呢 就是一切的众生 只要我们具足心愿念佛 有求生净土的心愿 每一个众生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 或者离开他们自己的世界的时候 阿弥陀佛都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仅仅是阿弥陀佛 这个随着我们往我们修学的品位的高下 你看上品的往生都是阿弥陀佛的报生前来 中品和下品往生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前来 并且来的时候呢 是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们心 心乱如麻的时候 并且呢 这些是夜暴之海啊 狂风巨浪 在我们心前里面作乱的时候 最做不了主的时候 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大师菩萨 这一切菩萨状围在我们面前 满身都放光明 让我们那个时候呢 心尽如水 让我们那个时候呢 一心不乱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一心不乱 在我们净土法门不是自己修来的 当然 如果你能修来非常好 但是修不来怎么办 一心一意志诚恳切念佛 阿弥陀佛和这些祝圣众大菩萨 围在我们床前 围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得一心不乱 一心一意 随着阿弥陀佛去极了世界 这个情形 我觉得经营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医院 我们你看 飞机一上千一过目的轻动来西北了 如果说我们看距离的话 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距离 因为我们现在最快的飞行器都飞行很多年了 那更得分辨不见多门西北了 但是我们从此世界到极乐世界 刹了这些事情 有阿弥陀佛为我们引路 有关于菩萨大师菩萨为我们扮行 有这些二十五位菩萨一路奏狱 这个场面是非常盛大的 有些同学如果说是你看看东黄壁画这些结印的场面 这是一场非常盛大的佛事 哪会是哭哭泣泣的 从净土的修学来说 这一刻是最美妙的时刻 有凡入圣的时刻 应该是拍手啊 应该是真正一个咒语啊 那么第七个菩萨一身补处月 菩萨最终都能够一身补处 那这个有些同修 你要对四十八月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上面 我们在前面有详细的学习和无聊收听 YouTube第十九讲到第三十讲 那么这几讲的内容都是四十八月的内容 大家可以下去以后有时间了 可以详细的亲吻 详细的思维一下 那么四十八月发完以后就完了吗 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计划 我们要前两年我们在修剧事件 在维修整个的全部重建大学宝典 那么我们画一个图 对等于我们 对等于是阿弥陀佛这样 发了四十八月 画了图该怎么办 画了图以后要落实蓝图 要落实蓝图 就是四十八月 如果说发了月 它只是发月了 如果没有行持 那么这个愿是空愿 有了要落实蓝图 有了行持以后呢 愿后面才会加一个字 叫利 为什么我们谈大愿利 大愿利 大愿 如果说光有大愿 没有行持的话 那么后面呢是没有利的 有了行持 成佛了以后呢 才叫愿才有力 每一个愿呢 才会真正像此切西切一样 才会产生力量 不然这个愿呢 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行持这个大愿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叫以行前愿 就是以菩萨的行持 六度 十度 各种各样的难行苦行 难忍 难舍 难舍 这样的行持 经过无量节又无量节 这个行持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最终 行持圆满 阿弥陀佛成佛 极乐世界自然出现 为什么极乐世界会自然出现呢 成佛以后 他一切功德圆满 自然会有极乐世界这样的果报头 成佛的果报头 由阿弥陀佛去受用 那么同时呢 去接引众生 这个跟我们众生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会来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娑婆世界是我们修来的吗 是我们修来的 我们的业报头 如果说是我们修学圆满了 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了 那么我们展现这眼前的 也是我们的净土 不是这样一方业报头 那么这样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的菩萨道的行驶 最终呢 就是把这菩萨成佛了 佛号呢 就叫阿弥陀佛 界里的净土呢 就叫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从具体的方位上来说 就说在我们所有世界以西 过十万亿佛差之遥 那如果说是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梳理的话 就知道阿弥陀佛成佛的路 是非常漫长的 第一个无量节前 有53种古佛呢 曾经在我们这个世界 次第硬化 那么最后一种佛叫 狮子在王府 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大国的国王 舍弃王位出家 出家以后法名叫法障 所以阿弥陀佛 在因地修学 这一生叫法障 其实我们知道 他的菩萨道的修学 有很多名字了 那都是多生多节 多生多节 多生多节的修学 大家不要以为 只有一个法障在修行 然后呢 就以为说阿弥陀佛 他的因地还都叫法障 那么我们从无量书经看到 他也是做国王 做大夫长者 以各种各样的身份 在家 出家 这种身份出现 新菩萨道 最终才成就佛道 那么反正在这个 出家以后 悲心很肯气 希望成就一个 充盛十方祝福的 亲近世界 来度化众生 这是他的愿心了 那么反正菩萨呢 去向他的老师 世自在王佛请教 成就法界 第一亲近佛头的方法 那么佛言 有自应知 应该知道 过去佛是那么成佛的 现在佛也要这么成佛 外来佛也要这么成佛 那一切其实都是 自信本居的 不相畏求 但是反正说 这个一礼佩 同身了 请佛加持 那么世自在王佛呢 就为他演说 二百一十亿佛刹图的 各种依报和正报的像状 这样的说法呢 经过了上千亿年的时间 参与完毕以后 佛大菩萨读处修习 都牵引通 然后自己再建 十方世界 这种像状 这经过五大戒思维 就以四十八月为难途 构思 建立极乐世界 接引众生的方法 然后呢 佛大菩萨向世自在王佛 报告成就极乐世界的 势力方法 请佛印证 那么世自在王佛 请他陈述四十八月 方愿必大地震动 千亿妙花 那么都证明 这些诸佛菩萨千人 都为他作证 说必定能够成佛 必定能够建立这样的净土 那么法造菩萨 在方法四十八月以后 最经过无量节的修 六度万行 以行前愿 以行满愿 以菩萨行 满足菩萨愿 最终呢 才成就佛道 那么佛 他的名字 就叫阿弥陀佛 古土叫极乐世界 那么阿弥陀佛 成佛到现在 已经有十集了 那么目前呢 他正在极乐世界说法 这个是阿弥陀佛 成就佛道的整个过程 好 那么成就佛道以后 我们对于阿弥陀佛所建立的极乐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呢 我们做一个粗浅的了解 因为这个详细要说的话 整部无量寿箭都是 大家可以多读无量寿箭 或者说可以去读观无量寿箭 这些观想的论文 也是谈极乐世界的庄严的 那么谈极乐世界这种 一报和正报的庄严 一报就是环境的庄严 阿弥陀佛的庄严有八种 菩萨的庄严有四种 一共是二十九种 那么谈国土的庄严 首先是谈国土的起相 叫清净功德 观比世界相 胜过三界道 极乐世界它是清净的 与我们这个世界 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那么这个世界 它的起性 本质是不清净的 极乐世界 生活在里边的注重 它是清净的 环境和注重清净 整个层的清净 如果说有一个不清净 都不清净 大家瞧瞧啊 如果说里边的人不清净 这个环境本来是干净的 结果住了没多久了 破坏得不像样子了 所以说我们知道 这两者必须全部清净 才能保证 极乐世界它的清净 这是与我们搜索世界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在谈量功德 极乐世界它的量 起量之大 那我们这个星球 你看 百分之七十都是水啊 百分之二十都是陆地啊 那陆地上面 你看这些钢山峡谷啊 沙漠啊 那很多这样广大的区域啊 或者是高原太高的地方 都没办法住人了 能够让人类生存的地域 面积其实是非常少的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看 由于那些整个地球暖化 黑平面不断上升 陆地灭地越来越小 那新加坡广大 不断地扩大 那从整个你看 看孟加纲国啊 印度啊 包括我们东南亚这些 其他你看印尼啊 都在谈千都的问题啊 为什么呢 首都一直在下沉 所以谈这个极乐世界 它的体量是 究竟如虚空广大 遍地 那是非常非常大 不会有人口的问题 任何人去 全法界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 去修学 那么极乐世界 不会感到拥挤 整个法界 这一切众生 圣子呢 不仅仅有去 发育求生的 还有去参学的 还有去文法的 那如果说从数量上来说 根本是没办法去计算的 但是极乐世界 不会感到拥挤 那么谈起性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深啊 极乐世界是 生起成活之道的地方 是让我们生起 大慈悲心的地方 慈悲心是什么 慈悲心是成活的种子 慈悲心 是极乐世界的根啊 为什么没有极乐世界啊 就是因为 仿佛菩萨那 营业的大慈悲心 营业的救助众生之心 才会发出这样的大悦 才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才接引众生 那么在性功德里边 还谈到极乐世界 能够保证我们成佛的 四种起性 这个我们等一下 稍微详细地看一下 那么其他的包括 种种 事功德 妙色功德 形象功德 就是整个的形象 它是一个光明世界 为什么光明呢 谈种种事 这一切都是七宝 珍宝合成 并且这种珍宝 不是我们的 这个世界的珍宝 它是坚硬的 极乐世界的珍宝 都是柔软的 都是可以互动的 因为这一切呢 都是阿弥陀佛成佛以后 它的自性功德 在里边自然流露出来的物质 妙色功德 它的光色 也是 不是我们的眼睛所见 只有这样三种 七种颜色 那是无量 无数的颜色 光色 包括这种 触功德 在极乐世界 你走路 走路都是有功德的 为什么呢 地面非常柔软 接触过程中 像我们的这个世界 比较柔软的东西 我们一接触会 产生贪着 或者我们见到以后呢 就想具备 极有好的东西 在极乐世界呢 不仅不会产生贪着了 会让我们产生新的亲近 增加我们亲近的程度 那等等再谈到 水的功德 地的功德 虚空的功德 雨的功德 这个雨不是下雨的意思 雨是 极乐世界的虚空中 自然六时 会有各种各样的供养具 从天空中飘下来 注重了 把这些供养具 拿起来以后呢 可以去到十方世界去供摩 光明的功德 妙生的功德 主功德 劝输功德 受用功德 无助难功德 大义门功德 一切所求满足功德 这是谈整个环境的 十七种功德 这些在《无量书经》里面 谈得非常详细 我们目前讲的《瓦三伦柱》里面 也在述说这些功德 述说这些庄严 那么这些谈到这些环境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就是整个极乐世界 它的起性是清净的 这种清净 一个是谈到气世界的清净 另外一个谈到众生世界的清净 气世界呢 就是无情的世界 就是整个的地面 整个的虚空 宝树宝楼 这些都是清净的 众生世界呢 谈佛菩萨以及到极乐世界的一切中生的清净 这两种清净 它的起性都设在这两个字里面 清净里面 这种清净呢 与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 我们的说过世界 谈它的起性呢 是有路的 什么是有路呢 路是烦恼的意思 那我们本身有这种见解上面的 写之写见 我们有贪承吃卖这种喜气 这都是我们的烦恼 而整个世界的建立了 都是从建立在我们虚妄 虚妄颠倒的见解上面 我们建立整个世界 都是用我们的分别仪式 都是用我们的执着 都是由我们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欲望 这种呢 不是我们清净的自信 那么我们由于有这样颠倒和虚妄的见解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意识 我们的情史 我们的情职 在思考 在分别 在执着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和更大的业力 就不断地造业 不断地流转 那么在这个三界里边呢 就永远出不去 这时候我们谈的是两 我们心 我们谈一个是真心 一个是虚妄心 真心就是我们的佛性 虚妄心呢 就是我们的凡朗 我们整个在这个世界的运作呢 是在我们的凡朗上面运作的 所以呢 我们就被绑在三界里边出不去 绑在三界里边 越轮回了 我们越不清净 越轮回了 烦恼又多 而在极乐世界呢 正是因为我们的真正的自信 清净心开始运作了 叫智慧清净心 那这种智慧清净心呢 是由于阿弥陀佛 他的设受和加持 我们刚刚就谈到本愿力的加持 他成就的本愿力 对每一个众生加持 让我们清净的自信开始运作 清净的自信显发力量 那在极乐世界修学 这种烦恼是没有力量的 烦恼是没有力量的 慢慢地枯萎 然后呢 直至消除 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呢 我们的烦恼才会真正 作为一个满腹 会很容易断掉 那么到极乐世界以后 当然我们就能够 在大乘的法界里面修学 就行菩萨行了 这是苏佛世界和极乐世界 这两个世界最大的不同 这是谈第一个清净相上面的不同 那么如果说是谈极乐世界 为什么能够保证 我们在极乐世界修学能够成佛 这个就是谈到性功德里面 第一个谈到极乐世界是本具 随送我们的法性 就是我们每个众生 都有成佛的这样的自信 都有与阿弥陀佛 释迦世东一样的亲近的自信 这是我们本来都有的 但是我们这种亲近的自信 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是没有办法显察它的力量 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虽然有本具的自信 那么完全被我们的烦恼所覆盖 我们产生力量的呢 是我们的烦恼 极乐世界它能够随送我们亲近的自信 让我们自信显放光明 产生力量 这是保证我们能够成佛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谈极西成现 这个谈极西成现 就是谈极乐世界它的修学 这是从法藏菩萨发愿行菩萨道开始 它所做的一切行持 深苦一言行 都是亲近的 无量节的机功累的累极 最终它成佛 感到有极乐世界出现 所以极乐世界的起情是亲近的 和我们这个世界 完全是相反的 我们是极西 我们集着烦恼的力量 烦恼的习气 所以这是极乐世界 保证我们成佛的第二个因素 因为它是法藏菩萨 集各种各样的亲近的习气 然后呢 这一切众生在极乐世界 才能够显发自信 最终保证我们成佛 第三个 还圣宠性 就是法藏菩萨发愿 要修学 要成就佛道 要接引众生的时候 它已经是圣宠性的菩萨 是地上的菩萨 那不是一般的满足 最后一个谈 避随自信 不给信 那就是说 一切的众生 不管人数多少 不管它的身份是什么 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不会给变极乐世界 亲近的起情 反而会被极乐世界的起情 把它给变过来 就像这北川入海啊 都变成海的显性 这尝不出 它是从哪一个河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些起情呢 保证了我们在极乐世界 能够成佛 这都是阿弥陀佛这应地 作为仿藏菩萨的修学的时候 所发愿 所设计的极乐世界的蓝图 最终呢 它成佛以后呢 全部都得以兑现 那么怎样才能到极乐世界呢 这个就是我们谈四十八院里边的 一共有三院 非常明显的 叫设僧三院 其实我们谈 谈到设寿众生的 有四十院都是设寿众生 但是比较有名的是设僧三院 第十八院 十念皆生我无愿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置心信药 欲生我活 乃至十念 若不善者 不取证诀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我们看到这一院 第十八院 就是说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极乐世界 没有门槛 唯一的门槛是什么呢 智心信药 欲生我活 乃至十念 十生念佛的功夫 所以我们在有些同修谈到说 听到有些人讲 你念佛念到 要念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要一心不乱 要心很清静 要开悟 才能够得上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看 阿弥陀佛是怎么说的 十方众生 对一切众生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只要你对极乐世界产生献心 对阿弥陀佛产生献心 想去极乐世界修学 十生来之一生念佛 都会改阿弥陀佛来接应 那这里 把围处忤逆和诽谤政法 排除在位 忤逆罪 就是杀父杀母 出活生许 杀圣人 破活活生 这是因为他的账币会非常重 诽谤政法呢 诽谤政法 他自然不信有阿弥陀佛 自然会诽谤进土 不信有佛弗萨 他自然也不是阿弥陀佛所设说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 不管他是男的女的 不管他贫富贵贱 不管他修学的时间长还是短 在这里 你看自坎 信愿加十生念佛的功夫 当然我们看到这些以后 有些人就说 我等到临终的时候 我念十生就走了 多便宜的事情 这个临终你要念十生 平时要来接才可以 不然临终的时候 你想想念头那么多 执着的东西那么多 以后密码还没记清楚了 怎么会记得有阿弥陀佛名号 要交代自己那么多 牵挂那么多 所以这个是平时一定要多做练习 多做顺利 才能够让我们保证有这样的十年 第十九院叫 前修我皆皆隐愿 受我得佛十方众生 发普及心 修作功德 智心发愿 欲生我佛 灵寿忠实 假令 补欲大众围绕 献其人前者不取证据 前面一个谭德斯这一般的众生 十念念佛都可以得生 这里谈的是 这发了普及心的众生 发了普及心 修行各种各样的功德 各种各样的善业 可以诵经啊 实际啊 可以做各种义工啊 可以修各种福报啊 等等 这些呢都可以作为 求生西方结论世界资料 但是当然基础是要放普及心 发普及心 发成佛之心 发度众生之心 发永远出离三界之心 能够与三界做一个割舍 建立与极乐世界这样的关系 那么以这样的决心 修各种各样的功德 至心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阿弥陀佛依旧会在他灵命中的时候接引他 这个第十九院里面都没有要求 你一定要念佛 你可以修各种功德 这个就是有很多是修学其他法门的 他有这样的发心 我们可以以静坐 以静坐的功德 求生西方结论世界 实际 可以以实际的功德 求生西方结论世界 严习教礼 可以以严习教礼的功德 求生西方结论世界 厨房切菜啊 我们每天圆勒摩德老菩萨在帮忙的几十年了 以切菜的功德 回向求生结论世界 都可以 没有说是必须要把佛念到多成熟多成熟 当然能念佛这是最直接的因 这是最直接最方便最有力量的方法 那么其他的方法阿弥陀佛当然也接受 那么第二十页是 受我得佛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信念我国 执重得本 至心回向 欲生我国 不裹碎者不取证据 第十九愿团 方菩提心 修起各种功德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那么第二十愿是 亲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闻 大家注意在佛教里面这个闻字 有时候闻 这是亲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呢 闻包含性 闻性 闻性 就是这个闻是有智慧的 为什么有智慧呢 能够产生信心才有智慧 产生不了信心了 做耳朵 进一耳朵出 没什么作用 就是没有智慧的闻 那么这一类众生呢 他是亲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对于极乐世界产生了信心 他也没有念过 但是他的修学方式是什么呢 信念我国执重德本 信念就是修定的意思 信念就是观察 在观想极乐世界这一切的庄严 观想阿弥陀佛的庄严 观想这当菩萨的庄严 修静的方式 再加他各种各样的修集各种功德 以这样的功德修定 以及乃及其他的功德 回向远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阿弥陀佛依旧也欢迎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大类的众生 第一个念佛的 持民念佛的 第二个呢 他的是方菩提心 修各种功德的 那也就是说 其他大乘佛法 一切法门都可以 回向求生净土 第三个呢 特别提出这种修定的 喜欢静坐的 修学观想的 那么依旧可以静坐观想 加上自己修学各种福德 各种功德的来及的 回向求生净土 都可以 这是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愿 就是非常有名的摄生三愿 告诉我们到极乐世界的方法 我们看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 这个时代的众生 我们如果说是具足心愿 真正具足心愿 每天坚持念佛 每天坚持念佛 慢慢地你可以有三千五千增加到一万 或者说你一千 有半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 时间多了 你可以两个小时 这样送经念佛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坚持下去 一定能够成就 一定能够做福上做福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好 我们一起来回向 愿霄乃节 昼夜道 愿得不惠日增长 愿尽此生 求求佛 愿佛 监与 生安一日